好 白玉是曾經面對 是公司上曾經破產倒閉的難關 對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我想要開啟一個新的篇章 沒想到那個新的篇章 超級刺激的 對啊 之前就是想要去開 就是大家線上課程 還沒有很夯的時候 我就開始開那種線上課程 線下課程的公司 然後合作的也還滿不錯的 只是說這個經驗有沒有 還差很多 就是某一些資產配置 就是該花錢的時候花 不該花錢應該守著 那我們當時就是 幾個股東在一起商量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有一個評估錯誤 有個東西就給他花下去之後 發現太浪費了 錢沒有花在刀口上 一開始創業沒有花在刀口上 後面真的就多米諾骨牌 真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來 賬收不回來 但是花出去的 還要一直填那個洞 這現金流真的就是會斷掉 這時候真的是我原來發現創業 別人說創業 對 失敗的時候十八層地獄 沒有十八層的後面 還有十八層 對 很可怕 對 那時候就是從一個 還不錯的公司規模 到我每天需要自己一個人 在女兒上學的旁邊的 摩斯漢堡的那一間店 做一整天 那就是我的辦公室 但是因為錢卡住嘛 所以我以身作者 我不能亂花錢 所以我做那一整天 就是買一瓶礦泉水 就是算是我對他們的謝謝 對 然後像吃飯什麼的 我女兒每天大概四百到六百 我是不會去讓她受苦 但是我自己就大概算一算 去超市買菜回來 每天就是三十塊 三十塊 對 就是很省要咬牙撐過這一關 就那個時候妳的閨蜜 跟妳伸出了援手 我真的是不想麻煩朋友 因為創業這件事情 是自己做的決定 這時候出現難關了 我這位朋友他每天 常常跟我見面 每週都會跟我上課 我們討論哲學 心理學 還有禪學的部分 然後他就看我說 白玉老師妳怎麼越來越瘦 我說他沒事就是累一點 然後順便減肥 很開心 很漂亮 可一陣子他說 不對 我感覺你好像 是不是有什麼事 我說還好 可以撐得住 問我第三次 他是含著眼淚問我說 白玉老師妳跟我說實話 妳現在遇到什麼事情了 我當時真的是 真的快撐不下去 我存款只有十幾萬 我還要養一個女兒 對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公司可能不太行了 然後我該收收 該怎麼樣 其實如果不行 最後是破產 但是我現在還在努力撐 對 我的朋友就在那邊哭說 我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 我說我早點跟妳說 也改變不了事實 我只能努力 這是我自己選的路 那天是下午的 大概四五點的樣子 然後第二天他就 一早九點 匯款兩百萬給我 他覺得朋友嗎 你想幹嘛 好有意氣 真的 兩百耶 對 他就是因為 那要寫填單 就那個單子 他說 你不要這麼辛苦 你有我在 他不是富二代 他是靠自己創業 他是男的 好有情有義 他是一位很厲害的 單親媽媽 他自己開診所 然後是院長 女人請女人 真的 對 真的 你們幹嘛那麼驚訝表情 你覺得你是男生嗎 然後故事就是 英雄救美 以身相許對不對 對 我也想人家是異性戀 對 哇塞 後來過關之後 這個錢有還給他嗎 說到還錢 天底下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人 不用還 真的喔 真的 我就是說 我沒辦法一次還 但是我每個月都有收入 我們就是這麼好的姐妹 一定不能就是讓她 就是說在錢上有問題 最後不能當朋友 一定要好好珍惜 所以我每個月還你一些錢 好不好 他說你在說什麼 你現在這麼辛苦 女兒要養 我說可是我覺得 你也很辛苦 他的診所 尤其是後來遇到那個 疫情 對 他自己也需要囤貨 需要從國外 因為物流也不一定能進得來 他也跟銀行貸款 所以這時候你不還錢 他對我這麼好 我怎麼可以不還錢 我就一定要一點一點的 分期還 最後他怎樣 不接我電話 不回來 然後不跟我聯絡 只為了叫你不要還 對 借錢的 躲欠錢的 認識 這沒有天理囉 對 他有時候說一定要認識他 對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還跟他說 真的 我跟他說 是不是我上面是 救了你的全家 他說你就這麼想 我說那你什麼時候 才讓我還錢 他說等你買房子 跟女兒可以就是用度無餘 對 然後還可以輕鬆旅行 那個時候你再還 真的是天使 感人 好感人 有一點提提得到 就是他是真的有心幫 而且幫到底 希望他的生活可以恢復正常 對 你打離婚官司的時候 他也主動幫你 對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現在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你認為你最重要的人 可能都在你背後插你一刀 讓你一個人去挺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世界都黑暗的時候 其實身邊有天使的 只是我們有沒有看到 對 那些幫助我們小事的人 或者是像這種兩百萬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救了他全家 真的 那時候打離婚官司 我也是在撐 因為從精神上 到孩子的安撫 還有工作也要做 那時候他就默默問我說 你現在冠司怎麼樣 我說還好 我就努力 他說你又來了 又是還好 我就說不然怎麼辦 就一步一步 反正我自己做自己承擔 結果他就說 其實這件事情我知道很辛苦 而且律師費也不便宜 然後中間我還換了律師 反正中間太多起伏了 我就默默的隔了一陣子 我真的那陣子很怕刷我的銀行卡 還是看我的那種 帳單 或者是App 真的我一點都不想知道 我有多少錢 但是有一次我就實在沒錢 我還是要需要規劃一下 然後我打開之後 裡面多了三十萬 又是他會的 對 就打開看就是他的名字 我就我媽媽都想說 你真的是太幸運了 雖然你遇過很多挫折 但你真的太幸運 因為不是每個人活一生 在你不開口的時候 有一位好姐妹含著眼淚 多次幫你 對 而且這錢他也是需要的 是 對 我覺得真的 他是自己 你剛剛講 自己在創業資金上 也不是完全那麼的寬裕 他還陪你走過憂鬱症 對 那時候 就是我相信大家 在低潮的時候 一定會有想不開 心情不好 身心狀況的問題 所以吃也吃不好 時間的掌控 工作上面 都是一個很緊繃的狀態 當然當我們去幫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為了賺錢養小孩 為了負責 那就很難對自己 真的躲好了 對 這個時候 我這位閨蜜 她就是開中醫的診所 然後她說 你來看看 你就來看看我嗎 順便幫你看看 怎麼調理一下 你開心的 其實很快的賺錢回來 她很正面 我就說好 那我就去掛號 我就照正常掛號 她是閨蜜 我真的不想給她 更多的麻煩 因為這樣我下輩子 還要救她全家 所以我就去掛號 然後就照常排隊 然後看到說 你來了 我說對我來了 她就開藥 開藥說 你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就是你多睡覺 多休息有什麼 你跟我講 我心裡想說 我打死了不會跟你講 然後開藥之後 我就出去等 出去等 然後護士就給我 叫到我的名字 就說你要什麼什麼藥 一次開一週 然後後來一次開兩週 一次開三週 那都是要錢的 那護士說 對 我需要機票 還是怎麼樣才能 但是她沒有 她怕我不來 所以她每次都會給我 開很多週 然後她還開了 東蟲夏草給我 很貴 對 然後我就要付錢 護士說不需要錢 這個不需要錢 這位小姐剛剛付過了 護士說 她是醫生 護士 對 護士說 我們這個都健保 我心裡想說 你當我傻瓜嗎 我這個閨蜜是很 很在乎我的自尊心 她說沒有 真的我們有一些什麼 哪一家這麼好 東蟲夏草健保 真的 這不是要上萬塊嗎 她說我們其實有一些 就是醫療規劃 其實我們是有個案 可以介紹進去怎麼樣 就是反正 她就是為了我的自尊心 不跟我聯絡 然後開藥都說 有什麼醫療規劃 然後前沿默默打進去說 是喔 我都忘記了 你就是該忙你的 對 我真的就覺得 我一定要好好做好我的工作 抱她我的閨蜜 對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她是這麼地關心她 而且還顧及她各方面的 她的心情 她的自尊 然後就是 還要不經意地去幫她 希望她真的接受到 朋友如此重情重義 如仲哥你覺得超難得吧 我覺得要嘛不要接受 因為接受壓力很大 說實話壓力很大 如果你已經接受了 我覺得可以完全 往另外一種方向來看 那就是不要認為 別人能力比我強 我現在正是要被幫助的時候 我要自卑 我應該把它想成 我也開了一扇門 讓別人知道 我的內心世界跟我的問題 因此我們的友誼會更進一步 不然我們就永遠是 那種表面的友誼 因為你現在看到 我這麼弱的這一塊 你才有機會 進入到我的人生當中 那你已經決定要接受了 就不如好好地把門打開 互相去交流 把這個朋友好好地穩固下來 對 後來我們就是 常常吃飯 然後教育孩子一子而教 這樣比較好教 然後我把它 我自己心裡 我覺得奉勸大家 就是如果是 你也是接受幫忙的人 真的不用自卑 我們一直都有在努力 提升自己的核心價值 也有在奉獻 自己該奉獻的服務的部分 所以是我怎麼樣 第一是把這份愛傳遞出去 我能做多少 做多少 第二是 如果我的閨蜜不需要還錢 那我就讓她安心 讓她看到我生活得好 孩子吃得好 我穿得暖 然後我們活得開心 我一輩子都記得你 然後你未來怎麼樣 我當然希望她一番豐順 但是如果她兒子怎麼樣 買房子什麼 我一定是衝在第一個 對 讓這個愛發揮她最大的價值 對 對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哦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